各位菩萨大家 安彌陀佛 请翻开我们的课本是在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无便义品 用这个无便义品 来了解佛性的相貌 那无便义品 我们已经讲到所谓的常驻 我们前堂课最早的是在讲这个谁的 那个五十七页 最早的是三声 因为我们这边最早的是 用这个谁的前面这个九个批语 来了解 然后又带出这个谁的 那个我们就是九个批语 然后三个批语是讲法身 那一个批语是讲真儒 那后五个是讲佛性 那佛性这个部分来讲有 有注制性佛性 还有谁的引出佛性 这两个佛性同时在运作 这个时候会搭配出三声 这个三声这个谁的我们前面最早的 先讲这个谁的法身的五相跟五德 这个五相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是我们在一直在全场课都一直在说到 最早的他真的是不理中观的这个谁的 这个谁的这个立二边 这个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 这个中论的这个谁的这个第二边的这个谁的中道 这个是五相 那我们所说的五德的部分 五德的部分来讲 我们在堂课就是不可量无量 不可数无数 不可思欲 还有我们这个不可思欲 我们在前一堂课也告诉大家的这个 这个不可思在我们保性论讲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这边就是只有讲这个非界观的境界 非我们众生的这个群世的这个这个谁的境界 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众生的会心果 加上私心所所推的出来的境界 那无依等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上 好 不共 那 那 他有这个究竟清净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 法生的这个 本身就是 按照在五十六月里面 他就是讲到 永离这个无明驻地 永离这个所知障 所以永灭无矣 那 这个讲到法生的五德 五相五德 那我们在后面最早讲 所谓的应生 应生最早的 让我们了解这个所谓的 那个 他是完全是 就是由这个大波日大禅定大慈悲 这个 所发展出来的 适用广大 好 这个是讲到这个 应生 他 好 这个 利益众生 这个最早的是讲到这个 他的 按照来讲 嗯 嗯 因为 这个 我们前面 也分析过 大波日最早的是 所谓的 世 世智 元明 大无漏定 还有他的大慈悲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 着重在 所谓的 那个 好 嗯 我们还是比较 着重在 这个所谓的 那个 嗯 很多 很多 一生 还是有这个 受用 但也没有 不是完全没有 他受用 那 化身 最主要的是 他 离不开前面的这个 谁的 三项 大杯 还有禅定 跟波瑞 尤其他这边 最主要是讲到 谁的 波瑞 能令五種能 就是為什麼這邊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能夠了解 佛為什麼要有這個變化聲 來我們世間成為人像 然後他的這個誰的 這邊所說的十四種 他畫就是我們所說佛的化身佛 他在眾生的部分來講開展 有這個很重要的事 這邊所說的十件事情 十四件事情 那有這個五種因緣 這五種因緣大家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我們所說的佛在印度化身 是無常苦空無我 這個解脫到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四聖地的地理 因為他運身紅髮 所以這個時候的這個學習者 就視為身文聖 這個是講到誰的 這樣子 這為什麼講無常苦空無我 因為三界無常 三界是苦 又不得自在 這個無常 所以整個我們所說的無常的這個空 所以要我們整個邁向 然後這個涅槃集去 所以我們這個這樣子 佛聽由佛修法之後 讓我們在這個三界裡面 生這個部位 生死的溜轉的部位 這樣子就能夠 第二個 就能夠進入二聖的修學道路 就講到稱為誰的 身文弟子 這樣子 依照解脫法來修學 入聖道之後 為了佛為了要破這個誰的 持這個誰的 他正的舊君涅槃 為了破這種真上慢 所以才有火花心的出現 這個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一聖的法 法義 佛真實的 提出來 這是講到誰的 讓身文聖能夠了解 過去所修學的都是 我們所說的一個方便善巧 一個是一種過渡 實際上整個修學佛 是要 達到這個救進佛過 這個要攝取的是 就是這個時候要 身文聖 要有這個誰的 發這個大慈大悲心 以大悲為方便 還有這個誰的 還有 還有 以這個誰的 這個大 一切自治為方便 整個學習的部分來講 就是要升起二治 這樣子慢慢的 這樣教導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二聖才轉入到 無上的這個一聖 所以慢慢的 我們所說的 讓他實際成熟 所以他們也修學能夠信解 那我們後面的是講到 真的他們能夠信解之後 他們佛又替他受 這個無上佛菩提 這個是鼓舞二聖 能夠那個 這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個鼓勵 讓二聖在修學道路上 有非常大的一個堅固心 還有這個所謂的 我們所說的一個 佛的加持力 這樣慢慢成就佛道 這個是我們五件事情 是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化身式 所以化身的這個整個 整個真正的目的 就是有 一定會有這個 五項 那後面最主要的 我們現在講到誰的 這樣統合下來 整個 我們三生 每一個在前面這樣來講 我們法身是聖身義 就是為什麼聖身義 是被講是非常威脅 非常難解難路 非常非常盛盛 那運身本身來講是威神具主 所以他是講到誰的那個廣大識取得 所以他這個 那個運神 我們的這個如果是依照我們的不管是華約軍還是成所 我們的這個成為師論 他的這個自受用身 他的這個自受用身 按照來講也是 最早的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威神具主廣大識取得 因為這個講到 依照成為師論 自受用身 自受用身 他講到這個所謂的長 那個 他的這個重相玄輩 所謂 重相玄輩在我們的這邊 講三十二相 八十隨行 如果依華約軍就有一百多相 所以不只 所以我們一般的部分來講 我們 我們依三十二相 體力縱患 所謂激淨 還有另外是 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受用 我們佛的受用身是第五夠式 大言禁止 我們所說的第八式 五夠式 五夠式他永無間斷 所以這個叫做 因為相訓無間斷 無間無斷 所謂激淨 無所不在 所謂激騙 所以為什麼講到這個廣大式七德 最主要是講 如果依照 這個講受用的部分來講 也含色這個致受用 所以這講到他 佛的這個誰的 色身 無所不在 是講激騙 積極有愛之體為色身 就是講到長片的色身 因為這個色身是 按照來講是純善 他不是無懼 他是講到他的這個 這也是功德所依身 因為所有的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佛 所有的這個實力 十五所謂 十八不共法 所依在這個 所以自受用神 所以無邊真實功德 所取得無邊 就是他過去修學無量福德 智良 所取得無邊真實功德 萬學舍在自受用神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長是不斷的 我們自受用神的長 所以不斷 長 我們後面也會講到這個長 就告訴大家的這個 為什麼是廣大 是其得 就要知道 佛的自受用神 你沒辦法想像的 他這個無所不在 真的是很難想像 是廣大 第三個是講化身 就是我們這個化身 最早的是 講救度眾生 化度我們這些眾生 隨意所化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和善 和善是 我們這個大悲心的流露出來 是柔軟和善 就是這個三生 根本的這個所謂的 他們的本身的這個 我們所說體性 因為德是講體性 聖身是他的體性 應生是我們所謂的廣大 是他的體性 我們化身最早的 大悲心的流露 和善 柔潤和善 柔軟是他的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體性 你要講德性也可以 所以 那我們後面完全講 這三生 依實種因緣來講 所以是 所謂實 所謂常駐 如果依照我們 我們這個 如果依我們成為世論 最早的 他比較先 先講的是自信身 因為有自信身腸 所以會逮出受用身的腸 還有這個所謂的 那個變化身 變化身是受用身 所以是講到誰的 他的視地是這麼來 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真正的了解 這個場 真的要以成為世論的 這個說法 有這個誰的 自信身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自信身 那個 有個人 因為他的 他本身就是 我們所說的這個 自信 自信本身就是 常和不便宜 是說為常 有自信 stock 有自信 Berlin 畢竟無露 有無 有无间常故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三生的这个常 因为到最后还是要讲这个 自信生的常 还有这个自受用生的常 还有变化生的常 这个三种常 那我们 自受用生的常是 自信常 它本身的体现就是如是 那个受用生的常 最主要的是 按照来讲是 有些是讲相续常 相续常 因为讲不断 相续湛蓝 因为相续 最假的简跟自信生有所分别 因为按照我们受用时是有违法 它是无漏戒 那个戒是 如果是戒的话 就是会 涵涉在我们的运处戒的这个 因为运处戒有 有漏无漏 所以我们是属于 这是讲无漏戒 所以它是 它不是 它是属于善 这个 这变化身 它是谁 无漏戒 这个无漏戒是 佛修法 那个 依因缘 所限 无穷戒 所以我们这个三种常 大家要知道 它就意义在这个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 那个 按照我去讲 佛的自信生 这个三种常 所以它这个三种常 最主要的是 按照我来讲这三生都能够 能够 乐众生 还有利益众生 都能够 娱乐众生 还有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再次讲到谁的 我们 以这个十种 十种因缘 说这个是 那我们第一个是讲 按照 按照这个 一二三到十 我们 世心菩萨替我们标的 蛮 蛮 蛮 清楚的 如果你要 回到保性论去 去了解的话 它标的就是没有 那么样子的 清楚 你要一个个去找 那个 就我们说为常 第一个因缘无边 所以因缘无边 最主要的是讲到谁的 最主要的是讲到谁的佛 因缘无边过常 这个因缘无边我们前面有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佛 无量阿真子绝都在修行 用这样子来说 舍生舍命舍财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用这样子的无边 无穷的因来感无穷的果 这些果即三圣 所以为常 那第二个 第二个是众生无边 故常 就是讲到发这个心 发这个四个四月 这个四个四月 按照的 它应该要跟这个所谓的 因为这个四个四月 跟我们的四圣地有关系 第一个 众生寺四月度吧 是讲苦圣地 烦恼四月度是其圣地 还有无量法门寺院学 一个是道地 一个无上佛道 寺院成 所以它跟四圣地有关系 所以取这个十五敬大愿 十五敬大愿在 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个谁的 那个普贤寻愿品的部分 这应该可以 这个是讲到谁的 那个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四个大愿 这个最小的 众生不可敬 我愿无敬 众生若敬 我愿乃净 所以众生无敬 所以法神也常在世界 教导众生无有穷净 第三个是大悲 大悲无边故障 所以就讲佛的大悲 那因为很难了解 所以用这个菩萨的大悲来 来我们所说的比对 我们所说的教理 教量 这个是让大家 因为后面完全都是用比对 我们这个是如一族无边也是 因为佛的无漏定 最小的是 不是只有四神族 所以讲到谁的 那个 因为这一讲世间的四神族 就能够住寿很久 何况是如来 这个都是 这个比较设在这个神族 我们所说的这个 按照是寿用圣 讲佛的寿 佛寿 我们讲那个神族的 无量寿 第五个是讲无分别会 无边故 无分别会 最早的我们前面有讲 就是讲到那个 出世间的跟谁的 后得志 一个是根本志的无分别会 一个是出世间的 世间的这个后得志 都是都是 这个是讲 按照来讲是讲四字圆明 所以他远离生死涅槃二字 我们应该说到这边吧 应该也是第六个 因为最早的是讲到这个部分 第五个最早的二字 第五个最早的二字 根本志跟后得志 这两个远离 这两个远离 因为我们根本志圆 圆真如 后得志圆世界 这两个都远离 远离这个生死跟涅槃的两种编制 所以一向以地一地相应 不动不出固知的市场 这个是讲到谁的 这个是讲到谁的 这个 我们 我们佛 跟这个第一地相应 在宝信论里面有 比较讲的是法身 法身 在这个不可思议 就是讲法身的武德那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因为他比较 如果依前面的部分来讲 他比较讲的清净法界 比较讲的不可思议 第一地色 那我们这个 私自圆的 私自圆明的部分来讲 他一向以地一地相应 因为是讲到这个谁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私自 就根本是 他所缘的不外是真如法界 清净法界 所以这也是第一地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后德制 他以我们的 清净法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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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在世间 赠得这个谁的 谁的 生子涅槃不二 所以这也是 一地一地相应 这个 不动不出 最起来的是讲不为 按照完讲是不为 我们所说的烦恼所轻动 因为前面最早的是讲到那个 生死 不为烦恼 不出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他还是在 就是我们所说的他都在 无助涅槃里面 无助涅槃没有所谓的 出这个部分 因为不动比较属于这个烦恼 烦恼的部分 不出 比较 恩盖尔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他都 维持在涅槃 寂静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种常 所以我们是讲到那个 三种佛生来讲 那个 这个世中铁常柱 就讲到所谓的这个 在保新论 只有这个所谓的 那个在 就两个祭奏 世尊体常柱 以修无量音 就是刚才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个 因缘无边的部分 众生戒不尽就是第二个 众生无边故常 慈悲心 我们这边讲到所谓的大悲无边 恩如意足 自成就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分别 相应的部分来讲是 是讲这个谁的 这个讲呢 恒在 恒在禅定故 恒在禅定故 这个因为他这个讲到这个 没有 那个 因为我们说这个讲 恒在禅定最强的 比较讲的是我们所说的 法中德自在 因为他自成就 然后相应法中德自在 所以这个相应应该是在 在这个 安乐清凉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讲 那个 恒在禅定故常着 所以就讲到所谓的 佛都在那个 大定中 无所不定 如果世间有得禅定 则尚不为 你讲禅定的这个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 其实我们要 世间人要修禅定 最佳的是用禅定来 暂时让我们烦恼 暂时不限期 最佳比较着重在 一禅定来深会 所以讲到 不能为 随否尽力道伤所伤 何况如来才在 常在禅定 而因可坏 就是讲到谁的 那这个最早是讲到谁 佛 法中德志在 比较会贴切一点 相应的部分来讲 因为在我们的保性论这边 因为我们还是要看看保性论这边 因为它两个有点 因为我们的佛性论是一在解释保性论的三品 主要的三品 那我们保性论比较没有这个标出来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要找他 就像我们 我们世青菩萨这边标一二三四五 好像蛮清楚的 保性论就是你要特别特别去 去看看到底 所以我们讲那个相应就是安乐清凉 安乐清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成为世论里面的安乐 因为佛有安乐身 这个安乐最主要的是讲到谁的 因为安乐是无比较 清净法泄重向极净 所以叫做安乐 这个第一个 因为他本身就是无有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 他离世相 离我们的这个我们世间的八法 所以讲到谁 是讲了离世相 他是极灭性 所以讲他本身 为什么有时候讲极灭为乐 最主要是这个意思 那是讲到谁的 四肢心平永离脑汗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谁的安乐 最主要的这个 他如果依照我们成为世论两个都有 是讲清净法泄重 这个依照我们成为世论第一个是讲 清净法泄安乐 另外四肢心平也是勇离脑汗 顾民和安乐 这两个自信都没有逼脑极能安乐 所以这也是三生 三生都是安乐 所以他能安乐一切有情故 所以二转一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修学在一直正这个谁的十真儒 会显得这个涅槃 大涅槃 我们的这个 我们依着这个佛 就是我们菩萨善阿真之戒 一直修学 所以后来他会转 我们所说的所生德 所以这二最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 按照我的讲是大涅槃果跟大菩提果 所以都是讲安乐 所以他比较着重在安乐神 那也带出了这个所谓的化身 给众生的这个无比脑 也就是讲给众生的法的安乐 所以安乐清净不常 所以这是讲到相应 所以安乐结金刚心 所以能处 所以安乐他从这边开始算 从这个金刚 因为能处无名驻地 最后念所以无常苦 他从金刚预定 那个所谓的无间道那边就开始算 然后才解脱道 解脱道就名为佛 所以这个 是讲这个 也无苦苦 所以安乐 所以没有忧苦 没有逼恼 因为逼恼就是苦 佛国显成顾名为清凉 所以是解脱道 所以是解脱道顾名为常 所以是解脱道顾名为常 就是讲这个解脱道 解脱道的部分来讲 他比较着重在所谓的无比脑的部分 因为他比较没有 因为佛国显成顾名为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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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一直讲 比较着重在大内派这部分来讲 大内派这部分来讲 那第八个 心意事间八法不来 心意事间八法不来 宝心论里面有那个 我们宝心论这么说这个 因为宝心论说的很 比较简单 他最主要是 去舌生命财是第一个 是有量 修无量因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设取诸佛法 那我们第二个是讲 为利益众生 这个讲众生戒不敬 就是我们第二个 众生戒无边 所以这个讲究竟满本月 所以就讲到 这个本月就是讲法 这个世从世月 乃至 这个谁 十五境大月 得清净佛身 那其大悲心是我们第三个 慈悲心 修行 修行事如意 依比利注释 以成就妙制 这个是最主要的是 这个是最主要的是 讲至成就 那 那 就是 离有涅槃心 这个讲到 相应的部分 就是我们 这个 在保新论里面的 这个相应 它最主要是离有大悲心 离有这个谁的涅槃心 所以我们是无分别会 所以我们是无分别会 最主要的是讲 所以它的这个 是成就 分说 这篇在保新论 只有讲成就妙制 是 是我们的第五个 那第五个 最主要的是讲到谁的 那个离有涅槃心 那个离有涅槃心 当然 这个 它是 如果保新论 比较着重在离有涅槃心 因为 因为二圣 他比较着重在 想要正乌云云涅槃 所以保新论着重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第五个 保新论着重的是 比较着重在 离涅槃心 因为如果你不去掉二圣心 你不可能走上大圣 所以为什么 它这个保新论 就是我们这两个版本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的佛性论是依止保新论 所以我们保新论 最主要是用两个句颂来讲 这个三种佛生是 最主要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 娱乐众生 跟利益众生 娱乐众生跟利益众生 所以在这边来讲 所为常 那我们的这个 世青菩萨加上这个 所谓的 就是要 还是要远离生死的部分 因为菩萨 因为菩萨最主要的是 我们所说的 常入世间救度众生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如果菩萨没有无分别致 他在世间很容易流落到凡夫 所以一向一地一地相应 所以讲不动 最主要的是讲到生死 就是讲到生死 按照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这讲 按照我讲的话 因为我们所说的 不动最主要的是讲到 那个因为 我们保新论没有提到这个 不动不出 你也可以讲涅槃 因为讲到最主要还是讲涅槃 不是我们所说的 他按照我讲 是讲到 因为你说菩萨有没有出三界 没有出三界 他不离三界 所以这看大家要去怎么解释 不动不出 所以他不离开生死跟涅槃的解释 第六个部分来讲 我们保新论是讲常得心三昧 所以我们世间菩萨就解释就比较简单 因为他最想要世间的禅力修得很好 就能够不会 我们世间菩萨 一是我们世间的这个禅地一禅 我们世间人的这个他得这一禅 他可以离火灾 二禅可以离水灾 三禅可以离风灾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 世间的禅力的 这个禅就蛮好的 所以他讲 按照保新论是这一点来讲 是心得常得心三昧 所以为什么这不是讲相应 我们还是讲那个相应 还是在第六个好了 第七个是法宗得自在 法宗得自在是讲到他这个 他那个 我们如果是保新论是讲到谁的 常在于世间不为是法懒 那应该是第八个 所以法宗得自在 第八个 如果是讲到谁的 常一世间八法不难 八法 八法是按照是那个 生灭的这个事项 还有这个谁的 这个毁谤的那个部分 是讲到谁的 那个利衰毁欲 还有这个谁的 这个 应该是利衰毁欲 还有这个人家给你称赞 另外还有那个 称赞跟毁谤 我看一下这个 称赞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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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赞的意思 还有苦乐 八法 心于世间八法不难 这个讲以法德自在 如果依照我们保新的是讲 法中德自在 第九个 所以我们念一下这个八法不难 因为我们世间离不开这些 所以佛在这些都能够 世间都得德自在 佛生虽负在于道前 生死相依而不为 而不为比烦恼所老 无妄想缘 故事常住 我们这个如果以保新论是讲到谁的 常在于世间不为事法懒 这个时候 得静甘露处 按照我讲是不为事法懒就 所以他讲的是不为事法懒 那后面这个我们世间不法是讲到 佛生虽负在于道前 这个道前 后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生死相依而不为 而不为比烦恼所懒 因为这个在于道前 所以是常住 按照来讲这个佛生 按照来是化身 比较讲化身 如果是讲他的化身的话 这样子就比较能够明白 因为我们是讲这个佛生 是按照讲印度的所谓的释迦弥佛 他还没在修 还没正道之前 这个时候他慢慢的 我们就依照他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释迦弥佛传 到时候为什么他 比如说出世门 就看到这些的生老病逝 所以就讲到 所以为什么不为比烦恼所懒 无妄想缘 因为我们释迦弥佛在 所以他还没正道之前 他都能够 我们所说的能够 就很少这个妄想 第九个 我们第八个的部分来讲 保新论比较着重在 佛的这个成就里面 如果你要讲到 那个第八个 因为我们的释迦弥佛 比较着重在 因来辟果 所以他因来说 来对照的这个果 所以他为什么提到 这个佛生在 就是我们说释迦弥佛 还没正道之前 还没正道之前 所以他这个事项修学的这个时候 他都能够做到这样子 何况他成就了 第九个 第七个安乐清凉 等一下再讲好了 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安乐清凉最早的是在我们 为依成为诗论 也可以说的 说的 也可以解释 但是我们如果依保信论 他的这个 刚才那个香印是禅定的部分 法中德之赛最早是讲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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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项 第九项是 甘露寂静远离死蘑菇肠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是讲到 如果依保信论就是讲到谁的 降伏诸某月 这点最早的是降伏诸某月 降伏诸某月 他的 得尽甘露处 故离一切某 保信论说的非常简单 得尽甘露处 故离一切某 我们这个 事情不是要解释是甘露寂静 远离死某 所以长 因为他为什么比较着重 因为 就是讲甘露 令人长先不死 金刚之心 能处无名最后念祸故 得佛果常乐 所以常乐故其境 其境故远离死末 所以这个第九个是 最早的是讲到谁的离死末 因为佛果常乐 刚才我们讲有 因为 自信心静 众向其末 这是他远离 来讲一切某 但他这边比较着重在死魔 所以离死磨 故是常住法 因为我们这个讲到 我们众生 因为你要离死磨 一定要 没有烦恼 因为没有烦恼 因 你就不会来寿生在山间 没有来寿生在山间 你就不会有死 所以他就是讲到 为什么讲这个 所以为什么他比较讲寂静 因为寂静就是我们要烦恼要寂静 我们金刚这个讲到谁的 甘肚令人长先不死 我们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的甘露 最主要是真露法戒 因为你只有 你只有正的真露法戒 才能够了解这种常住 你没有正的自信神 你没有办法了解常住 所以这个金刚之心这个时候 你就一定要断 断掉这个 前面断掉分断生死 后面断掉便于生死 所以金刚之心最主要的是 断掉便于生死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真正得佛果 远离死磨 这个死磨是便于生死的死 那我们再 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 我们这个部分最矫悦的 我们佛性论是 是遇在 我们 这个救济于圣宝性论 他最矫悦的是 第四一这个三品 第五品 五六七 这个五 第五 那个第五是如 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品 第五品 那我们这个前面有讲 最早讲什么叫如来藏 那第六个 第六品 第六品是无量烦恼所产品 第七品是讲那个功德 不是 不是 第七品最主要的是讲 而不是 不是 第七品最主要的是讲那根 說品 所以第七品 因為究竟信保性論最主要的講如來賬 如來賬就是我們這邊的佛性 因為我們佛性是在眾生為我們的煩惱被遮蓋 比較著重在這個 還有另外是比較著重在 它含藏在我們的眾生裡面 眾生裡面含藏的無量的功德的部分 所以這個講到誰 依這個三品 所以講甘露寂靜最早的講這個誰的 比較著重在大涅槃 因為大涅槃最早是離開三界的身世 第十個性就講他的這個 按照來講那個 第十個最早以他的本性為主 這個世尊在第一個 世尊鐵常柱 這個鐵極境故常 這個講這個鐵極境 這個極境在我們這個保性論的說法是 就是諸佛本不勝本來極境故 本來極境故 這個講這個極境最早的是講那個 這個鐵極境 這個保性論是講鐵極境故常 這個鐵最早的是講諸佛本不勝本來極境故 這個用這個量半送來講這個鐵極境 所以我們世尊菩薩解釋就是 我們都來的這個 按照這個講那個清淨法界 這個信本無生無滅的體性 所以他比較著重在自信場 自信生的部分 而這就是講到這些法生非本 本無今有 本有今無 就是法的法生他不是說 從 非 就是過去沒有現在有 或是過去有現在沒有 他不是從生滅來的意思 因為我們所說的有無會這樣轉換 都是生滅 所以他法生 清淨法界最主要的是 離開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生滅來的這個有無 離開有無 所以雖行三世廢三世法 雖行三世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眾生因為無名故 被遮蓋 就是講到誰的這個 按照而講到誰的 在我們的一些經典裡 也講隨 隨緣不變 就講隨緣不變 因為他如果依照 因為他如果依照 我們這個 就是因為他有這種 常住不變異的 其實才能夠 尋三世 烏有變異 才能夠隨緣不變 才能夠隨緣不變 所以非三世法 是為什麼 只是本有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講佛姓本有 所謂的本有就是 非始今有 不是過去 就是 而不是現在才有的意思 所以過三世法 所謂常 所以這比較著重在 自信親近顧 所以我們這講到誰的 這個 我把唸一下 這個初期種譜喻 初期種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個 就是十種 十種說為常 就是在紀頌裡面說 說常 所以這個講到 前面的這個七種 比較指的是 如來色身常 那後面是講後三種 比較指的是 善事法身常 所以我們講後三種 是這個第十個 還有第九個 還有這個 所謂的 按照我講到這個 也是第八個 因為第八個最主要的是 心一世間 法東澤自在的部分 第七個 那個安樂清涼故常那部分 如果 安樂清涼故常這個就是很難射到 那個 那個 我們的這個 比較難射到我們保性論這個部分 如果他只講 如果依照保性 是前面比較指的是色身 然後 如果來色身常 後面比較屬於 法身常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 我們第七個 真的很難很難跟這個 保性論配合 因為 保性論的樂相應是講那個 禪定的部分 所以保性論的這個第八 就是 法中德自在 還有這個 所以六是講相應 法中德自在是講八 所以他第七個就是 就是沒有看到 所以大家去吵一下好了 因為 按照 所以我們的這個 世青菩薩的這個就是 會有這個第七個 安樂 所以他 如果你這樣子來講的話 那個 安樂即是金剛星 能處無名駐地 最後念無常苦 所以按照來講他 為什麼色在是色身的部分 因為 處無名駐地 是屬於世智的部分 所以他比較 所以他比較 所以我覺得 是 是解脫道 是明為常 所以按照來講是佛 我們的這個 二聖的解脫身 是 永滅 唯有永遠的煩惱 丈夫 所以他也比較著重在這個誰的 這個 滅滅障的部分 就是我們講到誰的這個 十種常柱來講 他的這三聲都可以說為常 那我們依照 就是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 十種都指 每一句都 每一種常都講三聲 還是說一句講一聲 那我們如果參考保性論來講 比較著重在前七個 比較著重在色身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講到眾生無邊這個部分 大悲也是 是屬於族的部分 二字的 無邊會是二字 可能在禪殿是講到這個 我們所說的一個 這個 按照來講是 無漏地 所以他也比較屬於色身 第七個就會比較那個 第七個按照來講 安樂吉是金剛心的部分 能夠除無邊助力 所以也是比較屬於四字的部分 所以把叛在如來的色身 那後三個就比較屬於 我們所說的這個自信場 好 那我們再 這個 有一個問題 佛說大聖諸今 一向皆原顯出法空 一切法空 這個是 用這個 按照來講是用這個十個譬喻來說 他比較著重在雲 夢幻 好 煩惱能仗固 以雲為僻 好 就講到誰的雲 為什麼用雲來 這邊比較說說 再用三個P來說 好 雲是我們所說的 因為他在天空中 所以我們看到雲 所以我們所說的 這邊講P 是誰的煩惱 如果是整個明朗的話 都沒有人 根本看不到雲 所以他這個講 如果有雲的話 就講到誰的 把他 把它譬喻為煩惱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 我們有時候 不是 如果是天氣晴朗 打太陽就看不到雲 如果是講到夢 一切諸夜不真實故 所以為什麼講一諸法空 就像我們做夢的時候 醒過來就 完全覺得不真實 為什麼講幻話 一切無因果報 煩惱業所取 就想 因為我們所說的 我們眾生 每一次都來三戒 就好像 就好像 這個變化一樣 這個幻 因為幻就是 有音樂線 沒有音樂就下來 所以講 整個這個 三世的這個 深深濕濕 所以就想 用這個 幻來 來譬喻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 不管這三個幻 都講 一切 一切法空 這是我們金鋼精裡面的 就是我們的波瑞經典 金鋼精都比較 用這樣來說法 比較屬於這種的文詞 那我們這個講到誰的 那個 前說此經 顯以此意 前說此經的部分 那些講到誰的 我們在第一篇裡面 講這個誰的 因緣品 最曉得為什麼要說這部經 最曉得是 這個在前面 就是要增加五種功德 出五種過失 所以為什麼要說這個 因為講到誰的 按照來講就是 為什麼說 佛說眾生就有佛性 為什麼更要強調 一切眾生就有佛性 難道非一定要強調 一切眾生就有佛性 所以原可更 更說一切眾生就有佛性 這個講到誰的 他就 摄星菩薩就沒有 直接在 他就比較講的是 先提出他前面 就是我們所說的 因緣品那邊 緣起分這個部分 這個 為什麼要說這個 因為為什麼要說佛性 而且為什麼要說到一些眾生就有佛性 在第一頁 出五種過失生五種功德 這個就不再說了 這個 另外的部分 最小的他 除了提出來 他前面說過了 所以這樣來講 就是眾生就有佛性 所以才會說這個有佛性 就不講那個誰的一切法空 因為在波瑞君裡面 比較著重在空義 如果能夠正空 那個 因為 就講到誰的 波瑞君的這個 一切法 就建立在空義 所以為什麼這邊著重在說有佛性 所以一個佛有說在原語的時設說空說有皆自在 那我們中論也是 佛世句就如實意 我們眾生的這個說 有無皆是偏見 偏直 世句 我們所說的世論 所以佛世句全部是鋁百妃 而是世句細論 就是讓我們知道說為什麼 佛在字句裡面不講這個誰的佛性非有非無 講一些眾生 而皆有佛性 所以 按照佛性非有非無 最小的是講到佛性它本質來講 它 它不是像世間的那種有 它也不是完全像人家所謂的完全斷面 因為看不到完全斷面 所以非有非無 所以它離 我們所謂說離有無二邊 所以一個是講佛性非有非無 最小的是講到它的體性 那我們是講到誰的 這邊是對我們這些眾生講 讓我們能夠離開所有眾生 皆有這個所謂的真如佛性 都可以依這個真如佛性來成就 所謂我們所謂的無量無邊的佛的功德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我 父子 此 此九種癖 為寫佛性有五種欲 因之 我先跟大家先說明這九種癖 現在就是講到我 因為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這個九種癖到底是前面的九個癖 還是 還是我們要去討論這個所謂的保性論裡面 因為保性論裡面 它這個講到所謂的 就是講到佛地 實體的部分 講到佛地它本身實體就是有的意思 因為它最早的後面 因為它的前面最早的講佛性是有 就是實有 所以它連接 連接下來 所以我們這個九種癖的 這個九種癖到底是 前面的九種癖 還是我們 在保性論這個部分 從這個誰的 因為它保性論這邊也有講到它的癖 就是它沒有標得很清楚 它沒有像我們世君菩薩標一二三 所以我們要 要開始要找到 到底是這個九個癖到底是在哪邊 所以我是講 為什麼要這樣討論 因為我們 我們前面的九個癖是 前三說法身 第四說真如 後五說佛性 所以我們是講到誰 如果它這個講九種癖為顯佛性 就會有這種 跟前面會 會有點 就是我們所說的 必須再做討論 那我們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世君菩薩 因為最曉得是 它的這個保性 因為它是依在保性論 所以要回到這個保性論這個部分 因為保性論也講到 這個佛性是實體 就是因實體 因為講佛地 因為後面是講到 因為它最曉得 它就是講第九 剛才我們所說的第七品 因為第七品它最曉得是 那個依和義說 大家就是在 但 這個是先看 因為我們這個在 世君菩薩並沒有講這個九個癖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 我們可以去討論一下好了 所以講選佛性 我們直接看一下 真實有 無意就是第一個就是真實有 相對保性論就是講實體 這個實體最主要的話 就是要講到誰的它 它是那個實體清淨 實體清淨 它有講到誰的 那個轉修這個實體 實體清淨 那實體清淨 它又先講清淨有兩個 第一個是自性清淨 跟離構清淨 我們最主要是講到 因為佛性它本身是講真如法界的部分 所以它比較屬於自性清淨 好 那自性清淨來講 這個講到 那個 所以它 它這個講到它實佛 最假的在保性論用的是實佛 那後面是講受法樂佛還有化身佛 它的這個實佛 就是講真如法界的部分 所以它是真實有 真實有它 就講完全是設在這個 自性清淨 它的自性清淨是 性解脫無所捨離 因為它我們 我們的這個 世心補下就沒有解釋了 就是真實有 真實有這個如果依照前面的這個講言有 所以這個有不是方便的有 是真的是有 因為有時候講佛說這個有無 有時候欲方便 那我們這個是講真實有 所以按照如果 按照保性論這個講 那是講自性清淨 自性清淨本身來講就是 性解脫無捨捨離 以比自性清淨心體不捨一切課程 課程煩惱 以比本來不相應過 以比就是這個真如法界 他自性朋友 自性清淨 所以他不跟這些煩惱相應 所以他不捨一切課程煩惱 所以他不跟這些煩惱相應 所以他不捨一切課程煩惱 所以他不捨一切課程煩惱 在我們的這個誰的 我們保性論裡講的是 聚聖三妹惠 他是非二聖所知 一定要聚聖 第一個他一定要定 因為三妹是定 惠 你要有三妹一定要無漏定 無漏定的惠 要無分別惠 所以就是講到誰的 所以一方便的這個方便 就是你一定要見真如 而且你要修定 這是方便 聚聖三妹惠 如是人能見 所以他 他是講到誰的 因為他 按照來講 他就講到這個真實體 一句宋志講 非初非中後 不破壞不惡 遠離於三界 無垢無分別 此深深境界 非二聖所知 聚聖三妹惠 如是人能見 誰 前面最主要的是講誰的真實有的部分 也是有講這個 那後面 這個得見於功德無窮 得見於功德無窮 這個在保性論裡面就是講到誰的 吃過於橫沙不失意功德 就是講到如果你能夠見 你能夠見真如佛性 見這個佛性的話 到最後就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真如佛性 它最主要的是 按照來講 在我們 在成為世論的部分來講 是 我們成為世論的那個自信深 最主要的是講到那個 是 無邊際的珍藏功德 無邊際的珍藏功德 它本身是具無邊際的珍藏功德 而且它可以 它是如來真界法界 它是受用生變化生 平等所益 平等所益 這講到誰的 得見也無窮功德 所以得見也無窮功德 有講它的本身的這個 無為本身的功德 珍藏 因為它 按照它可以寫性功德 還有另外還有 帶出這個所謂的相功 相功德比較著重在 世智元明的這部分 好就講到這個得見也 按照來講就是我們 依照成為世論講 有為跟無為功德 全部都可以慢慢的 這個發揮出來 無窮 不應還有相應 可 可 這個在說什麼 這個講到誰的 那個我們看一下 摯清菩薩解釋這個 所謂的這個 因為講第四個 無粗 無粗的解釋這邊講 好無粗 這個無粗最矮的是 最矮什麼叫無粗 什麼叫不欲 什麼叫相應 可 無粗的部分來講是沒有 沒有這個煩惱 夜暴 這講到誰的這個 因為講佛性 所以它沒有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要講那個 煩惱夜暴 並皆無始 所以無粗 這個講到 因為無粗是無始的意思 因為粗就是開始的意思 所以無粗就是講 按照來講無始 因為煩惱夜暴 並皆無無始 所謂 因為我們所說的 因為我們講那個 我們的無明是怎麼回事 無始無明 因為不曉得 因為就是因為 我們的這個 會不夠 學者制不夠 所以我們不知道這個 無明哪時候開始 也不曉得哪時候 因為不曉得哪時候開始 所以不曉得哪時候斷 無始無明 不硬最早的是講到誰的 那個 按照來講是 此三 此三是煩惱夜暴 他為例這個法身 所以叫做不硬 按照無初 按照如果是佛性來講 是講到 我們看不硬比較好了解 因為講到他為例 此三就是煩惱夜暴 他剛好跟法身的體性 不同 故言不異 相應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 那個 依法身得其此善 依法身得其此善故事相應 這是非常難了解 按照來講是講到誰的 殼 我們先來講這個殼 我們先來講這個殼 此善能長法身 是為殼 那個按照來講我們所說的這個 此一法身得其此善 這個此善應該來講是煩惱夜暴 因為我們按照來講就是不知實相 好不知實相的意思 我們前面有講 一如來藏才有生死 這是在聖判君所說的一如來藏才 因為我們佛說 一如來藏 佛說如來藏 眾生才會願生死 願離生死 所以講到誰的這個時候才慢慢的 所以有這個法身 其實這個法身最小是講那個眾生 名為如來藏 由有如來藏故 眾生才知道生死 好這個選擇是講相應 可最小的是講到那個 因為我們所說的 此善能長法身 就是講如來藏 如來藏就是講到誰的 因為他 他雖然被煩惱捨捨捨幹 但眾生的身內 寒長無量的功德 所以是講所長 所以我們這無初最小的是講到誰的 按照來講他 他雖然 因為我們佛信最小的 讲佛性最主要是众生的这个部分 所以众生他几乎都是跟烦恼 他有夜暴 因为他被烦恼所遮盖的意思叫无处 不应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虽然 我们的众生被烦恼这样子遮盖 无时以来就一直 我们所说的制造这个所谓的烦恼夜暴 可是他从来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佛性 所以不应 所以这讲到谁的 那相应的部分来讲 相应的部分来讲就是 你了解佛说的佛性 不施徒来讲 也就能够慢慢的相应 我们所说的 这个想要艳离这个身世 然后这个后面就讲到谁的了解 这个谁的佛来藏 本身就是藏了无量的 这个谁的法身的功德 也就讲第四个 第五个无处 同样无处的解释就 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五个无处 无处相应善性为法者 这边的无处就是讲 也信得般若大悲禅定 法身并本有故 无处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按照就是讲 按照如果你了解 这个我们的佛性 他应该是没有这个谁的烦恼夜暴 因为无处是讲烦恼夜暴 因为众生的烦恼夜暴 无死就 不知道哪时候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这个是要慢慢的得般若 然后有我们所说的 流露出大悲心 然后又有禅定的这些修行 所以才了解这个法身原来就是 佛性本来就是本有 那第五个是相应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 顾言无处 那讲到谁的 体用未成相利 故所谓相应 体用未成相利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这个是讲如来藏 如来藏 也知道这个时候 因为众生界完全没有离开佛性 所以慢慢知道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 慢慢跟这个如来藏 不是佛性相应 叫无处相应 慢慢因为你相应正得这个 你知道这个谁的 按照我来讲是正得这个谁的 我们前面的这个助本性 这个佛性 还有另外是引出佛性 这个在佛性的部分来讲就是要 讲到这个助置性性 就是五十一页的这个部分 助置性性 还有引出性佛性 这两个 慢慢地把这个善法把他带出来 所以善性为法者 法生自性无改 因为法生真如法生他从来就没有任何没有变异的意思 这个最重要的是讲我们的这个九种批语还是还是讲这个谁的 按照是讲到谁的真实应该还是属于那个前面的这个九个 因为他不离开这个前面的这个法生 还有真如还有佛性 因为这个烦恼夜暴这个部分来讲是 比较属于法生的部分 所以由善故为内法生 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他有真实有 第二个你要知道说 他你只要修学文字修 慢慢成就这个三魅慧 你就能够看到他 而且你有信觉 他能够发展 无量无边的有为无为功德 后面完全是对质 所以他后面这个善性为法 知道这个法心 法生他从头到尾 就完全没有变异 就无改就是没有改变的意思 那后面有这个总和 这讲到谁的 你要达到这个法生 这个有剥热故 信有为德 因为你一定要有剥热 你才能够成就 佛的所有的有为功德 就是讲到这个 实力事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 这个是讲到 佛的这个 有为的功德 完全是世智来的 如果你没有世智 你就不可能有 你的化身绝对不可能有 所以讲到般若 才会有这个威德 所以般若比较讲的是 应身 所以我们所说的应身 他比较着重在这个 什么的 自受用身 所以有时候讲到那个 因为依他的这个 比较着重在自受用 由禅定故性能润滑 所以禅定的部分来讲是 因为禅定性能够润滑 由大悲故 这个 这个由大悲故 故称善性为法 这个讲到这个 由大悲故 故称这个善性为法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 佛的大悲 因为佛大悲 所以他 来救济我们 修法 后面是卢氏九屁 我们还是维持在那个 前面的这个九个屁育好了 因为他最早的来解释这个 因为前面有讲九个屁育来解释这个 无前后所谓的变异境 这个波日故性有威德没有问题 留禅定故性能润滑 有些是讲大悲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大家请翻开我们再讲到哪边 就我们在无变异品的 第一个 就是四七月的这个无变异品 离有六亿 我们在离的部分 离的部分来讲 第一个就讲无前后继变异 因为就讲用九个屁育来说 来讲我们在修学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这个九种 我们的这个清净法界 佛性都没有任何变异 那我们在我们再讲第二个 这个种个如是酒必无前后继变异境 那我们我们讲第二个 无卵境变异 无卵境变异最主要的是讲到谁的 也是讲真如佛性 因为他是非卵非境 我们是法身不为身世 因介入等所误故 所谓无卵 非智数所作固 而故言无尽 非智数所作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因为我们无分别致 它在起来的时候 它的光明 因为光明起来 然后这个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只是讲到的非 我们所说的这个 并不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无分别是 真的是有一个烦恼手段 就是我们在理解 因为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好像我们断烦恼的部分来讲 好像一个能断跟手段 好像有一个能手关心 好像要有一个断的时候 要有一个受割 其实这个讲到这个 无分别是起来的时候 它光明起来了 黑暗自动消失了 它有这种体能 所以它是 无分别是不会有这个谁的 就是这个时候它 它不会说 不会去分 起一个分别是 我去断这个烦恼的意思 所以是讲无尽 其实意思就是 无卵就是讲 无捆绑的意思 我们这个无尽的意思 就是无解脱的意思 这个意思大家要了解 因为我们的波瑞 无卵就是我们所说 无福 无捆绑 非字数所作就讲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无漏制 佛的这个无漏制 因为这法身本身是讲到 谁的佛的无漏制 他没有 他不会想说 去分别说 那个这个烦恼是我所断 因为他光明一起来 烦恼就自动 黑暗就自动消失了 他的能就是这样 他功能就是如是 所以讲非 因为所作就是 因为作是讲分别 因为无尽 所以才叫真正的尽 所以法身不为 生死因 因介入所揽悟 就像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真如 他虽然 因为他 他虽然是 这边有讲 虽然他是 闲三世 因为我们众生 一直产生 跟我们所缘境 一直相应 没有这个 抉择慧 没有这个实相智慧 所以他 一直攀援我们的 所缘境 所以这个时候会带出 这个 这边所说的烦恼业 还有报 生死果报 可是对于真如来讲 他并没有去受到揽悟 所以讲 不管众生戒也是 佛戒也是 佛的法身戒也是 这边讲 波勒的这个 我们说 无福无戒 这边讲 为什么讲 无揽 无尽 没有揽静的 变异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 法身本身来讲 他本身 即是清静静 他不是我们 无肉制 那个 就我们 我们在 众生界的 这个真如 本身就是 自信清静静 他不是我们 无肉制 所断 才会显出 精静 那第三个是讲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再来 下一节课再来讲 三四五六 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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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